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银成 跟大家讲讲世间发生的事情 2020年的圣诞节 西方列强都是遭遇非常大的困难 就是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再次反驳 很多国家都要封城 让人无法好地过圣诞 这次的疫情是彻底击溃了 那些人类以为自己科技很进步那种的骄傲 让人要谦卑回来 人要真正找尋平安 不是单靠你自己发明的种种科技技术 或者科学所知道 因为正如牛丁所说 他多伟大的科学家都好 其实他所发现的不过好像海边收到一个背壳 宇宙是非常庞大 也充满傲秘 人可知的 其实都很有限 今天以我们所知的 好像比古代人厉害很多 但其实没什么值得骄傲 人一定是要谦卑继续去找尋真理 找尋真正的平安 而世界除了这种病疫之外 我最难明白的就是 国家里面的政治斗争 还是非常厉害 选完一场总统 美国因着总统之后所带来的争议 无日无之 而这种政治斗争都很花人的心思 花人的精神 也令人很难耐心有平安 为什么人类不可以从宽容 慈爱 接纳的方式 去看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特色呢 起来让我 就想起圣诞节 当一些牧羊人在百里痕的野地 他见到大的光明去照着他们 他见到天上的世界 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空间的终极的美善世界 是好像裂开了一个口 是进入了我们的人间 就是说天是天均的出现 天是天均的出现代表是灵界的世界 进入我们里面 灵界的世界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物质界以外 如果真的还有其他的存在的话 这个会叫灵界 那就是其他的空间 其他的次元 其他的维度 其他的存同维度 那这些其他的存同维度 今天科学其实都相信 是有这种的其他空间的存在 就是特别 这个叫做super string theory 就是这个超原线理论 根据他们的推论 物质最基本的 不是一粒粒的粒子 而是一条条的能量的线 这些能量的线交叠 就会形成更多的空间 人可见的 只是三围的空间 还有其他的空间的存在 海恩斯坦都指出有第四围空间 就是时间 那由之外 第四围空间以外 还有其他空间呢? 那理论上 或者数学上 都可以推论出来的 如果有其他空间存在 会不会有不同的存在物 在其他空间 我们看不到的呢? 那假如有的 这些就叫做灵界的存在物 那灵界的存在物 如果是来自终极的尾线 他会带着各种的荣光 带着各种的慈爱 那当时这些的牧羊人在百里行 他们都是一些的 相当的贫行的 不重要的人 但是呢 好奇妙呢 就是宇宙最高的终极尾线 就是上帝的爱 是向他们显现 就天使天君 告诉他们 就是今晚 是在这个百里行 是有一个马曹里面 有一个婴孩 在那儿出世 那个就是尼塞亚 就是人类的救世主 那当这个天使说完 天使天君就唱一首歌 就是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真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真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平安这个字呢 是让人类非常的感觉 安慰的 还有是病疫的患痕 人呢 不知道什么情况 有可能 就会遇到这个病毒 以至到呢 是离患 重要的病 或者可能会死亡 这些等等呢 都是一些的 不平安的经验 他怎么可以找回平安呢 那么 百利行 是耶稣基督出世的地方 那怎么知道呢 第一 就是原来 在旧约的先知 尼加已经预言 人类的救世主呢 是在百利行出世的 那 然后到马大福音 也记载呢 耶稣基督呢 在百利行出世 在百利行出世的耶稣 是应验了先知过去的预言呢 而这个耶稣基督的出世 他带来的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 基督教不是西方文化 不是等于西方文化 虽然西方人是坏信基督教 但是不等于基督教是属西方的 因为基督教在中东以色列开始 基督教的信息就是对人类 就是说人可以有真正的平安 这个平安呢 是因为人和宇宙终极的恩情 可以恢复一个爱的关系 而这个爱和宽恕 上帝来的爱和宽恕 可以将人的罪结净 人类的罪我多得不得了 自古自今 人类的冲突 人类的自私 人类的贪婪 人类的破坏大自然 真是非常难以描写 我们看历史就知道 人类的口取豪夺 人类的自身残杀 真是很厉害 这些罪 每个人的内心同样 有贪男自私 骄傲 所以每个人可以说 我的心是彻彻底底清洁的 除非达到圣人的水平 但是圣人都经过修炼一轮才能达到圣人 未做圣人之前 他一样有过很多的罪 这些污蔑是如何结净 单狗人自己不能够回到过去 自己的过去 结净自己以前的污蔑 之后超越了时间的 永恒中的上帝 他就可以结净我们的种种的污蔑 而耶稣基督 来人间最深刻的意思 他就是说 他通过他自己受很大的苦难 来担当人类所受的痛苦和罪过 人类的罪过可以得到欢恕 人类的痛苦得到安慰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带来人间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所以当时的天使是向这些牧羊人显明 就是说出 远地上平安 不如他所喜悦的人 在至高之处 一名说 至高宇宙 至高 即是最后宇宙的终极 荣耀在上帝那里 但是在地上 我们这个我们可见的有限的世界 是有平安 临到一些和上帝建立关系的人 所以根据这些圣经所说 这个平安是指 人和上帝恢复一个亲爱的关系 上帝宇宙的亲情 它又是一个恩情 它有恩典 又有亲情 它对人类是有无障的包容和宽恕 人的心灵和上帝接触 是会得到爱的滋养的 而伯利恒这个地方 是后来历史如何重新发现 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 其实根据伯利恒旧的人所说的 这个就是根据第四世纪 由尤尔斯布斯著名的历史学家所记录 那里的拜日恒的人 在耶稣出生之后 到耶稣复活之后 很多人都在那里 还知道耶稣哪里出生 在那里纪念 所以在第一世纪 已经有本地人 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出生 但是直到 这个圣哈伦 即是这个 君士丹英大帝的母后 都成了三百年后 他信基督教的一个母后 当时他的儿子 亦是和其他罗马的势力争霸者 他算是一个好人 他是一个比较善待人民的人 他不和其他罗马的统治者 是要迫害基督教的 他当时要和另外一个统治的势力缺斗 因为罗马当时分为东西罗马 而东罗马当时各有两个统治者 一个是Augustus 一个是Caesar 当时他争斗的时候 他就要抢夺的帝位 他也很担忧 但是他又记得 他妈妈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而他见到的基督徒也是很好 当时他心里面很担忧的时期 据说上帝给他看好天上的十字架 只知道平安 然后他打了一场仗 大胜 占据到西罗马 后来东罗马的皇帝 亦是大举屠杀基督徒 最后和军事弹丁冲突 都被军事弹丁击败 军事弹丁到他晚年死之前 他都受洗成为基督徒 而当时他妈妈哈伦娜 到处去找尋耶稣基督的遗迹 因为罗马碧海基督教 两三百年都令到基督教的遗迹 很多被压制 所以他就去找回耶稣出身的坟墓 那个地方是确定知道是真的 因为罗马人建了一个庙子 是想镇压着基督教的一些圣迹 结果找到一个庙子 就找到耶稣復活的坟墓的位置 因为那里罗马是建了一个神像 去到伯利恒 就问当地的人 当地的人的流传一直在 因为一直有基督徒去那里 是纪念耶稣出身的 中间有个战乱等等 但是当地人都知道 大概耶稣出身的那个年代 当地人是见到很大的光明在天上 是照来一个位置 据说就是耶稣出身那里 耶稣出身并不是一般以为 即是我们现在建西方文化画 是一个大的马盘 其实他只是找到一个 放一个小马槽的洞穴 原来今天的考古研究 就是知道这些洞穴 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客棧 客棧外面建一间屋 有楼上就是给那些人住的 楼下就是给那些动物在那里住 其中一个洞穴 就是现在找到耶稣基督的位置 所以Helena找到这个位置 就在那里建了一个教堂 教堂当然在战乱中曾经被焚围 重建之后又被焚围 但是最后到今天 仍然有一个后来建造的教堂 是一直到今天 都是有千多年历史的 那么在这个位置 在当地的人当中是清楚知道的 当年有神奇的事情出现 是他们的祖先见到的 所以伯利恒的位置的发现 也是具有一个可靠性 那不是Helena去到 才新发现的地方 而是他根据当地的人所说的 是清楚知道的位置在哪里 当地人根本 耶稣復活之后 大家都把位置很清楚说到 所以这个就是伯利恒的历史的可靠性 他不是只是神话故事的地方 他还在这里 这个地方是从考古各方面的研究发现 都是与圣经所说的吻合 然后当年耶稣出身 天使说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就是说圆地上平安 归于他才起愿的人 这个和上帝建立的平安是什么呢? 就是当耶稣基督 是钉十四日之前和门徒说 其实我离去之后 让圣灵来到 圣灵是什么? 其实都是上帝 上帝的灵 上帝和耶稣是三为一体 同一体 不过这个是见不到的 耶稣有欲心给你见 但是圣灵是你看不到祂 但是你会知道祂与你同在 圣灵叫什么? 叫保卫斯 是真理的灵 也叫保卫斯 即是祂会保护你 祂亦有一个分卫斯 祂是会教导你 指示你 而且会安慰你 所以这个平安是什么? 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 祂将平安赐给祂的门徒 祂说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 祂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尽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主要说到 祂赐下的平安不是世人给你的 是天上给你的 祂说 祂赐给我更大 我去到 你们听见 我对你们说 我去 还要来到你们那里 回来是什么? 復活给你看到 之后 圣灵来临 圣灵是有安慰 是有指示 是有保护 你找到这种属灵的 来自终极世界的恩情池外 你在现世 无论面对病疫也好 你面对政治斗争 面对很多不公义 不公平的事也好 你心里面 是有平安跟你同在 而且因着平安使你 最艰难的日子 你都会用爱去对人 有盼望 面对前面 世事很多时 发展不是你所希望 但是 我们仍然可以以无尽的 慈爱 无尽的公义 无尽的盼望 面对着现实世界 心中是很安定